嗨 欢迎来到Flow with Katie 凯莉瑜伽 今天我们要来打开我们的胸 然后感觉你的肩膀慢慢往后转 那你就可以避免掉你的圆肩和头盔的问题 那我们可能因为生活太长就是工作压力大 那所以就会一直维持这个姿势 那我们今天做完练习以后呢 你就会拥有一个开阔的呼吸 跟顺畅的生活品质 那我们今天会需要两块瑜伽砖 那准备好你的砖就可以开始今天练习咯 我们首先会先在跪坐姿里面 然后如果你这样直接跪坐坐在你的脚跟上 会觉得你的膝盖或脚踝不太舒服的话 你可以拿一个砖直接坐在你的屁股底下 这样子会避免掉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也可以坐得比较稳跟比较挺 好那我们把自己的坐骨移出来 然后屁股肉往外拨 然后先坐在你的砖上面 好然后我们把你的手往后 拳头握紧扣在一起 然后你拳头碰拳头 尽量把你的胸往上提 肩膀往后转 好我们先在这边停留一下下 吸气的时候尽量吸保在胸口 吐气的时候肩膀往下沉 感觉肩胛骨往下 好再一次深吸 吐 吐 最后一个吸 吐 吐 好我们现在开始转肩 我们把肩膀往上提 找耳朵 往后 好再一次吸 往上提 好吐气往后 我们再转三圈吸 吐气往后 最后两圈吸气往上 吐气往后转 我们最后一次深吸往上 吐气往后转 好然后我们接着试试看手肘护抱在背后 然后手肘扣在一起 好然后可以的话再把胸往上提肩膀往后转 那如果你觉得停在手肘护抱的位置太紧的话 你也可以回到拳头碰拳头的地方 好那我们深吸 感觉气来到胸口 吐气的时候肩膀往下沉 再两个吸 慢慢吐气 最后一次吸 好吐 好那我们最后要来到你的手掌并在一起的 背后祈祷手的位置 那你可以试试看吧 你的手掌背在后方 然后慢慢合掌以后往上提提到你可以的位置 那如果你觉得手掌合在一起觉得太紧的话 那你可以回到手肘护抱 那或是拳头碰拳头的地方 那我们在这边五个呼吸 好试着把你的肩膀往后多转一些些 让手掌并紧在你的肩胛骨的中间 好我们吸气往上 吐气往下放松 再四 再四 最后三 再两个呼吸 我们最后一个呼吸 好慢慢把手解开 然后移开你的砖 然后我们坐在垫子的中间 然后让脚往前伸直先动一动 然后放松一下你的腿 好那我们接着让你的手指头往屁股的方向 压在你的身体位后方一点点 好然后让你的脚踩起来 踩到一个你弯膝盖舒服的高度 舒服的位置 然后准备好以后我们吸气慢慢把屁股往上提 手推地板 好让你的屁股离开 好如果你只想着你要把你的肚子往上提的话 你可能会停在这个位置很难起来 那我们想象往你的脚趾头的方向 膝盖往脚趾的方向走 那你就会比较容易把屁股带高 然后胸口往上提 好吐气慢慢坐回到地板 好我们再试一个深吸手推 然后把屁股离开膝盖往脚趾的方向 然后尽量把屁股往上提 然后应该会觉得手臂跟肩膀的地方有点紧紧的 然后胸口前侧也会打开 吐往下 我们最后三个深吸脚才稳 好然后慢慢把膝盖往脚趾的方向移动 吐 最后两个吸 吐 好我们最后一次深吸往上 然后我们试着停留三个呼吸 然后把屁股再往上 二 最后一个呼吸 吐气慢慢回来 然后把脚伸直 手往前转一转 然后可能手臂跟肩膀这边会有点酸酸是正常的 因为它练到蛮多肌力 那它同时也可以打开你的前侧 好那我们把右手摆在你的胸前 然后让你的左手扣你的手臂往内 然后两边的肩膀往下沉 放松一下你的手臂 好我们三个呼吸 二 最后一个呼吸 好我们轻轻松开 然后换左手来到胸前 右手勾往内 好然后你可以移动你的右手在你小手臂的位置 选择一个你往内拉会觉得左手臂的感觉比较酸的地方 好所以你可以选择左右移动一下 然后把两边肩胛往下沉再往内靠近 再三个呼吸 二 我们最后一个呼吸 轻轻松开 然后我们拿两个砖 好然后一个摆横的 然后一个摆直的 好任何砖都可以 就是有支撑度的都很适合在这个位置放松 然后我们慢慢的往后躺 然后下面这一颗直的砖呢 它会在你的两边的肩胛的中间 好然后后面这一颗砖会撑着你的头 然后所以如果没有撑到的话 你可以微调一下位置 好然后如果你感觉你下面这一颗砖有顶到你的腰的话 你可以稍微再微调一下 让它往上一点点会比较舒服 然后感觉胸打开肩膀往下沉 然后手在身体的两侧 那如果你觉得还可以的话 把你的脚并在一起 好我们顺便开个宽 好我们停留在这边 观察自己的呼吸 好每次吸气都感觉气息保在胸口 好然后肚子跟肚子也可以跟着膨胀 好慢慢涂 让肩膀 让肩膀往下放松 再一次深吸 慢慢涂 好 好那我们下个吸气试试看手往上 然后我们让手肘互抱在你的头顶 然后去感觉一下手往上的时候 对于你的吸气有没有任何的帮助 那有些人手往上以后 你会觉得气比较吸的上来 好那但是有些人可能手往上以后 觉得呼吸比较急促的话 你就可以让你的手回到你的身体两侧 好那如果觉得这边舒服的人 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一会儿 那你会感觉你的腋下跟手臂 在拉得更长一些些 就是地心一定会帮助你往下 好 深吸到胸口 头往下沉 那我们试着把呼吸再加长加深 好那我们下个吸气手打开 然后换手互抱 好那一样感觉一下你的肩膀 跟腋下的空间打开 最后两个呼吸 再一个呼吸 好我们轻轻把手解开 然后把脚并在一起 然后你可以从侧边翻起来 然后或是把自己从正面推起来都可以 好然后起来以后应该会觉得 你的后背有一种往前推 然后胸口比较往上提的感觉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放松自己的身体 然后每天下半以后选择一些时间 然后可能在睡前啊 或者是说你一回家 你就可以充分放松一下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练习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